套币逻辑呢是 总体来说是怎么赚比特币的一个逻辑 比特币的逻辑呢 它大概的逻辑是 你要看比特币 这个对比别的币的 汇率 当年以太坊涨 比特币呢涨得慢 那我就把比特币换成了以太坊 然后 ICO涨以太坊不涨 我们就搞ICO 赚以太坊币 但是最终逻辑是换比特币 换大饼 当年的狗狗币热潮 屎币热潮 我都是拿着比特币进去换的 狗狗币屎币 然后在 在人生顶费时退出 换成了 大饼 每一个基本上都是10倍以上 这次的名门赛道 第一名赛 从我们进来玩到现在 只涨了三倍 那 Coinbase Rbit 还没有上线 大量的 除中国社区以外的社区 还不知道赛的是个啥东西 所以呢 我 还是那个观点 如果你炒一个币 拿不住 不知道它是干嘛的 跟着炒 炒短线 就算了 如果你炒一个币呢 能有一个长期思维 能拿得住 我不能说让你拿住10年吧 我起码是说 你拿着这个币 炒完了 把本金退出来 剩下的 利润 你拿个10年是没问题的 反正是赚的嘛 对吧 反正是纯利 其实比特币刚到今天 基本上是这个逻辑 就是很多人已经没有什么本金了 都是白赚的 所以比特币你拿得住 就是核心这个原因 这个赛的比出现到现在 市值才15亿美金 你看看那交易额累计 几十亿美金 这都换了多少手了 因为交易所上了杠杆 上了合约 交易量放大 非常厉害 这也不足为据 也不足为奇 如果你玩一个币 确实是拿不住炒短线的 那我觉得你拿出本金来 剩下的这个利润 你就放在那里 放他个几年 是吧 等牛市彻底的 涨上去以后 没有人 这个在进场了 就是这个最后一波了 人生顶费时 我们的逻辑是 卖在无人问津处 卖在人生顶费时 这个赛的比明显还不是 人生顶费时 因为整个名闻在老外这边 都不知道是啥 还在研究 整个美国社区 韩国社区 日本社区 欧洲社区 都还不知道名闻怎么玩呢 人生顶费